哎 顺庸顺庸 刚才有人说话 说七尾在五天打下来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啊 快去快去 好 谢谢啊姐 去吧 哎呀都别打开 说话好好说 算 算 这哪一次呢 啊啊 都别动了都 哎 这这这 这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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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伟哥你们别打了 七伟 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 你什么为什么跟你好好说 我打了 七伟哥你们别打了 七伟 你别打了啊 哎 没事吧 没事 对 好 不是 我们不要打了 多互相 你别打了 你不要打了 没事 你别打了 我 一 你不要打了 我 我 你不会打了 我 你不要打了 你别打了 清雯 慢點 啊 我 你怎么了你吃火药了 我吃火药了呢 我告诉你啊 从你往后 跟赵新兵给我断起来啊 不是 你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啊 突然来这么一句 哼哑都什么神经病啊 我跟赵新兵给我断起来啊 我跟赵新兵 我跟你说肯定是赵新梅 就让牛成国过来查我的舞厅 弄得人要麻烦 以后这怎么营业啊 不是 这赵新梅他跟齐伟有仇 冲着咱们来干什么呀 那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啊 冲我冲齐伟都行 人家书中肚子大了 把那肚子给碰了 那 那孩子没事吧 我也不知道 现在去医院了 咱冲冲过去看看 这个赵新梅 这狗改不了吃屎 这 这什么事啊 这 舒容呢 舒容呢 喂 舒容呢 他人呢 啊 还 还等着呢 我说说你们两个人啊 都不是小孩了 怎么还打架 现在出事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 谁是牛舒容家属 我 我 我是 牛舒容情况非常不乐观 孩子快要生了 早产儿很可能保不住 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你是故意的对吗 你是故意的对吗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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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啊 新梅也怀孕呢 我舒容清梗 我们都着急 你这样要是就跟你没完啊 新梅妃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啊 我觉得找新梅 她肯定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她自己本身就是孕妇 是孕妇 你可别拿话刺激到她 我是大夫 你帮她检查检查吧 她这孩子没 不要紧吧 赵新梅没怀孕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肯定搞错了 我说的是我儿媳妇赵新梅 她可是个孕妇 你给她好好检查一下吧 哎呦我们家可不能再出事情来 我知道 赵新梅以前都是我帮她检查的 她根本就怀不了孕 啊 她太想怀孕了 还出现少见的假孕现象 大夫手术准备好了 什么意思孕妇 我们的孩子呢 啊这这不 对不起啊 我问你我们的孩子 我孩子呢 我妞成梅哪点对不住你啊 哪孩子这么大事你骗我啊你 啊 妈妈妈妈 妈妈妈 妈妈 妈 妈妈 叫大夫叫大夫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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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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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过来了 醒过来就好 说明脱离生命危险了 大夫 那孩子呢 现在你的身体 不适合看孩子 你是说 你是说 还 还在活着 对 你的女儿生命力非常顽强 尽管是非正常分娩 可仍有心跳 经过抢救 现在在保温室盖着呢 不过 孩子的情况非常危险 所以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要去看我的孩子 我要去看孩子 他要是知道妈妈去看 他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年轻美 我自己养好 想把你养好了 我就带你去看孩子 我现在就想去看他 我不会让他离开我呢 他是我们的女儿 是我牛树荣 跟你七伟的女儿 我不要让他离开我 大夫 大夫 我救救你 我要去看孩子 我要去看孩子 姐妹 我要去看孩子 宝贝 宝贝 宝贝妈妈在这儿呢 妈妈就在这儿陪着你 妈妈在这儿 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你会醒过来的 对不对 对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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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你别说了 你就听这最后一次吧 我把我要说的话全部说完 然后我愿意跟你离婚 我知道我做错了 好多事情一开始我就做错了 就为了这房子 就为了争这房子 至于撒这么大的谎吗 不全是为了这个房子 陈国 我们家的家庭状况你是知道的 我妈去世之前她身体一直都不好 我哥呢 从小我也指望不上她什么 我爸因为身份问题 我从小到大都被人欺负 好在我有舒容这个好朋友 所以我可以分享她送给我的糖果 我可以穿她不要的衣服 你们家做了好吃的红烧肉 她会特意拿一份给我 让我可以拿回家给我爸爸 我知道我们家情况这样 所以我从小特别努力地读书 我就不想让人看不起 从小到大我就努力地读书 我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 我看到左邻右舍的 我都主动示好打招呼 我就想让人喜欢我一点 可是我怎么做 我怎么做都没有牛树荣 找人喜欢 长到以后我什么都不怕 我就怕输给牛树楼 我挣着房子就是想和他争 我就想比他过得好一点 他有的我都有 可是我的命偏偏就不好 牛树楼一结婚你就怀孩子了 我用了各种方法我都怀不上 我要争的 我要争的就是一点点的幸福而已 我就想像他一样有一个幸福的家 这些话 这些话你 之前为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我不能说 这些就像是一块最丑陋的伤疤 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 他也时刻提醒着我跟牛树楼之间的差距 我就想把它盖严实了 有一天这疤痕自然就会消失的 我不想说 喜梅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这么想 你也真的没必要把自己活得这么累 陈国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该模拟了 我就是要骗我的 stom 铁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那一片 呢 是